这可能是求职场上最混乱的一期 地区老板在公开上和抱团质责 比个23岁的妹子太装 油腻轻浮 妹子反驳两句 还被怼回去 接着贬低 到最后场上的毒类都看不下去 为此事跟老板吵起来 而这一切都要从那个妹子 颜元千子说起 求职者颜元千子23岁 学理本科就读于 中瑞酒店管理学院英语专业 今天来是想求得一份 市场营销的实习生岗位 这个中瑞酒店管理学院 听着很高大上的学校 是吧 是听高大上 在哪儿啊 大兴 专业学的酒店管理 不是 你学的英语 对 就挺学渣的 小颜坦言到她英语学得非常差劲 所以才向着换个就业方向 而市场营销这一行业 就非常对她的胃口 在她看来各行各业都理不开营销 任何产业若是能把营销做好 在她眼中就是非常强的存在 就在此时 场上主持人又得到一个讯息 原来咱们的小颜还有个副业 会看首相 当即一便让小颜给她算上一挂 你还要看什么呀 看她的感情 什么时候能当上市公司 老总啊 发财啊 什么时候 太累了 中国足球队总教练 人各有命 基本上我明白了 但是现在已经很好了 现在已经很 我其实挺知足的 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 小颜看首相的时候 曾武艺拍了一下主持人的肩膀 场上的刘总 就是看到这一点 当时就闹不愿意了 指责小颜过于轻挑 看首相的时候 切记拍人家的肩膀 尤其拍男士的肩膀 过去拍她一下 她记住 我觉得她不太喜欢被我拍 对对对 我不喜欢被任何人拍 对对对 好在场上的主持人 及时打了原场 这个矛盾点算是马虎过去 而后 在第一轮双方选择去货留学 咱们小颜也是记仇 当即便把对她的刘总 请下台 我想面那个高级定制 高级定制 刘雅彤 好 雅彤 谢谢 旁边休息 这后来吧 场上剩下的老板 便开始考察小颜的专业水平 先是杜总询问 小颜是如何理解营销的 小颜表示她眼中的营销 就是运用各种合适的手段 向客户介绍产品传达理念 卖产品重要 然后营销出来 我们的企业产品的理念 可能更重要 杜雅老师给个评价 还行啊 还行啊 谢谢老师给我面子 因为她毕竟是这么这么这么 刚刚出来 S来岁的小孩子嘛 能说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场上的陈总听到这儿 就不容内涵 称咱们小颜得亏是个女生 如若是男生说出这个答案 肯定会被老板 劈头盖脸骂一通的 对 她占了一个优势 她长得像小经理一样 特别可爱 所以不会太下重手 见其他老板对小颜影像颇佳 场上的私民文化的周总 就酸了 表示即便小颜外表上 看着好像什么都特别好 能说会道 能讨大家喜欢 但其实在她看来 小颜就是在装 一直在戴着面具 跟大家交流 小颜会时不时地抱手 摸脸 这些细节足以证明 小颜是个虚伪爱装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 故意摆上去的 不是说你的习惯 不是说你的习惯 你是故意摆上去 然后又故意摸头摸脸 她其实她没有自信 然后特别装的自己 好像没有自信 这难道不是 下意识的自我保护吗 好家伙 这也能喷 我真是服了你个老六 小颜对此也急了 连忙解释 她确实如周总所说 有些不自信 但她真的没有 刻意塑造自信人设 那些无意间的小动作 都是因为她过于紧张 大脑不自觉做出的反应 真不是周总想的那样 然而厂商的一个女老板 郝总 却并不打算放过她 那是接着 喷小杨的外貌长相 就是你给人感觉很油 然后你对你身边 就是包括黄老师也好 涂老师也好 你对所有身边的男人之后 你没有那种 二十三岁的小女生 这个女人为什么要为难女人呢 所以玩笑 我今天对你的表现 我感觉很真实 我觉得你是装出来的 我就是想说这个 就是她的那种 成熟是装出来的 对 就所以感觉 你是用这个来保护自己吗 不是 人家二十三岁的女生 又不是没见过男人 还对男人羞涩个锤子 更何况人家是来找工作的 又不是过来征婚的 你管人家羞不羞涩 装不装呢 发死了 当然了 厂商也有挺小颜的 前面提问题的杜总 就站出来要为小颜发声 我观察的最重要的一个细节 很多孩子上来都要 可以表现自己的不凡 他是要在追求自己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并把普通围绕在自己身边的 一个生活性的表达 不是一个 舞台性的表达和职业性的表达 我们看错了这个维度 你知道吧 厂商的周总听词不以为然 那是接着指责小颜不要演 表示这个是在面试非常严肃的场合 小颜真没必要在这里装 只有小颜老老实实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他们才能给小颜合适的职位 先前被淘汰的刘总听到这儿 也赶紧发言申请加入队伍 这个女孩子呢 把自己放得很低 其实是步步的以退为进 如果我真的害怕的话 我会更加的真诚 打开自己谦虚的 来听听你们给我些什么样的建议 而她呢 把自己放低的目的呢 其实是以退为进 剑场上有人撑腰 周总便再次展开宫室 无外乎还是那几句话 别装 装没用 露出这面目吧 一直默不作声的小颜听到这儿 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适当的表现性格 在合适的场合是对的 但是在一个公众传媒场合 我也见过您的节目 您说过这是一个公众传媒 对 太个性张扬或者张扬跋扈 我觉得是不礼貌的行为 而斯敏文化是教人礼貌的 场上同一阵营的陈总听到这儿 便再次指责小颜 你刚才那话啥意思 姑娘佳佳小小年纪 力气咋那么重 小颜刚准备出演反击 就被一旁的杜总拦了下来 我觉得为你刚才这句话 你应该跟斯敏老师小小地道个歉 道歉 对对对 你非常应该 对不起 但是 他顶多就是建议你多了 你觉得不需要吗 那你就有得更正 无则加冕就完了 这个姿态和出发点就是错的 你做了好多错的事 你根本都看不出来 实习生应该用什么样的立场 和什么样的姿态说话 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应该给自己有一点规范的 和着您这一词 就是人家只是个小实习生 所以即便老板骂错了 也得乖乖地忍气吞伤呗 就是一句话 恶心 刘总接着吐槽笑颜 表示如果他是实习生 就不会开口怼周总 更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 拍主持人的肩膀 做出这种类似勾搭的举动 我觉得挺为难的 斯敏老师首先确实是抱歉 我刚刚接受您意见的时候 可能态度有一点问题 真的对不起 然后其次是 大家一直在讨论 我装不装 我低姿态说我装 我高姿态也说 我就很难 不知道这个不装的定义 到底是什么呀 有没有人教教我 我在以后也会避免一下 场上一直沉默不语的姚总 在此时也站出声来为小颜发声 表示小颜在他眼中特别真实 很容易跟他人拉近距离 非常适合做朋友 而刘总吐槽的那个拍肩膀的举动 在他看来也是小题大做 小颜肯定是早在心里做出判断 对方不会介意 才敢拍主持人肩膀的 更何况刚才小颜是在看手下 在一个本身就在开玩笑的场合 做出这肢体举动很正常 我觉得男老板都心里都会护着他 但是说实在 我面试这么多人了 没人拍过我 你面 谁在面试的时候敢拍表 没拍过不代表 我觉得我会给他留灯 我很希望招他 但是这件事咱不能忽悠别人 你也不会让你 这不是护着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是护着 那以后来个面试就调一下 你突然拍到什么情况下拍的 他不是这样把紧说话的拍的 他本身就开玩笑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拍 但是我们成立给别人是随意的信息 这后来就变成开头那样 陈总跟图类因小颜拍肩膀仪式 越吵越极眼 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一旁的主持人为了维持秩序 连忙打断俩人的话 表示自己作为当事人 也真觉得没啥大不了的 如若真要怪就怪他吧 因为这看手相是他提的 是因为我让他看手相 本来你的开玩笑 这个环境 这个环节上 它不是一个面试的对话环节 你给我看手相吧 那么这个拍一下什么的 如果我们在讨论职业问题的时候 你拍一下是很不适合的 对对对 但就很轻条了 受害人都站出来成心了 这场无厘头的指责到这儿 可算是翻篇了 主持人见场上的12个企业家 刘登的只剩下了7个 便让咱们小颜按规则 先留下两个最新一赛 从中二选一 第一个留下的企业家是杜总 给出的岗位是营销编辑 资金是121天 第一点北京 第二个留下的企业家是王总 给出的岗位是品牌市场营销员 资金是1月4前 还未等小颜做出决定 场上的沉重便再次发声 她先是为自己之前的行为道歉 随后便为小颜抿不平 认为这俩老板给的薪水太低了 问咱们小颜会不会介意 我觉得本身可能我带来了争议性吧 其次我既然是实习生 我不懂得很多 所以我当时来节目前就在想 薪水就是我 找的薪水就是我交的学费 可以的 小颜在说完这番话后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杜总 好啦 废话不多说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啦